话说今年9月8日,英国女王去世当天,王储查尔斯就继承了英国王位,成为查尔斯三世国王。 近日,白金汉宫透露,查尔斯的加冕典礼将于明年5月6日举行,新王后卡米拉将跟她一起加冕,预计查尔斯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的疏密院会议上签署正式宣布加冕日期的公告。 负责女王葬礼的诺福克公爵·爱德华·菲茨兰或华德也会负责组织这次加冕典礼。 一开始有传言,查尔斯的加冕仪式将在明年6月举行,也就是已故女王加冕70周年之计。 不过,现在提前到了女王去世8个月之后,这项活动的代号为金球行动,其中二指的是英国的王权金球。 君主登基时会被授予王权金球象征手握大权。 查尔斯的加冕仪式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查尔斯的加冕仪式将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缩减。 女王当年的加冕仪式有三个小时,查尔斯的加冕仪式可能不到一小时,宾客人数减少四分之三,从八千人减到两千人。 着装要求更宽松,可以穿休闲服,而不是正装玩礼服,一些比较耗时的仪式环节。 比如向君主赠送金顶,会被取消以节省时间。 不过,最重要的一些程序肯定不能简化。 比如,大主教会为扎尔斯徒游,祝福和祝圣的一系列程序。 然后,查尔斯将被授予象征,骑士精神的宝剑和金马刺,以及象征真诚和智慧的金手镯。 之后,查尔斯会穿上金色装饰的皇家长袍,被授予王权宝球和权杖,右手无名指,戴上加冕戒指。 然后,查尔斯会坐上圣爱德华宝座,又被称为加冕衣,接受大主教的加冕,同时接受与会嘉宾,上帝保佑国王的祝福。 圣爱德华宝座于1300年制成,自1626年开始,每位英国君主在加冕仪式上都要用到他。 加冕之后,查尔斯会坐上国王王座,包括威廉王子在内的高级官僚,会将双手放在国王和承诺式言法中间,向国王表示忠诚,并触摸王冠,亲吻国王的右手,以表达敬意。 查尔斯的加冕仪式告一段落后,卡米拉也会进行一个更简短的仪式,加冕成为王后。 到时候,人们也会看到一些熟悉的王室重器,比如英国王室的黄金马车。 自乔治四世以来,每一位英国君主在加冕典礼上都使用过这辆马车。 皇室婚礼,君主新年庆典等王室重要活动,也会出现这辆马车。 上一个乘坐这辆马车的英国君主是已故的女王。 明年的加冕仪式上,人们将看到查尔斯坐上这辆马车。 总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既传统又特殊。 用白金汉宫的话说,加冕仪式将反映当今君主所担任的角色并展望未来,同时根植于悠久的传统和盛大的仪式。 王室内部人员也透露,这次加冕仪式将包含一千多年以来,这种传统仪式的核心元素也会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 有些人猜测,由于英国正处于生活成本上涨的危机中,加冕仪式这种重大活动才会缩减规模同时,这也顺应了精简现代王室的趋势。 据预计,威廉王子将在这次加冕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最近三代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中。 第一次让王位继承人扮演正式角色,因为1953年女王加冕时,王楚查尔斯只有四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她跟女王的妈妈伊丽莎白王太后,以及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一起,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皇家包厢里,观看女王的加冕典礼。 在往前女王的爸爸乔治六世加冕时,女王才11岁,由于还没成年,王室也没给她安排正式的任务。 相比之下,40岁的威廉王子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王室成员,能够在仪式上担当重任。 但是,仪式要不要请查尔斯的另一个儿子,哈里王子,现在还是个问号,因为明年5月6日这一天,是哈里和梅根的大儿子阿琪的四岁生日。 如果查尔斯邀请哈里来参加冕仪式,可能会更给阿琪庆生冲突。 之所以选这个日子,并非故意要让人为难,加冕仪式的日期是政府、英格兰教会和王室协商后共同决定的。 自从哈里和梅根离开王室后,他们貌似也不关注,自己的日程安排是否跟王室活动有冲突,不过还是很希望哈里能来参加的。 毕竟这是70多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第一次举行加冕典礼,希望哈里梅根夫妇能高高兴兴地出席,因为查尔斯国王,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威尔士亲王,终于加冕当国王了。 不过,已经回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哈里夫妇,与父兄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的分歧并没有解决。 在女王葬礼期间,哈里和威廉摒弃前嫌,并肩站在一起支持父亲哀悼女王的去世。 还与梅根和凯特一起在温莎城堡外,查看民众留下的鲜花和贡品,看似一团和气,其实不过是短暂的休战而已。 而哈里计划,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的回忆录,貌似也没有改变的迹象,查尔斯继位成为英国国王,作为国王儿子的哈里的两个孩子。 三岁的阿琪和一岁的莉莉贝特有权获得王子和公主以及君主孙子的头衔,但是,尽管威廉和凯特的头衔,已经更新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但阿琪和莉莉贝特的头衔,并没有改成王子和公主。 看来,父子父兄矛盾依旧很深,哈里王子是否参加,让不让参加国王的加冕仪式目前沉迷。